好 像這種非常難的這種雜耍特技喔 大家都覺得一輩子遙不可及 不過現在有很多藝文團體特別舉辦了這種一日雜耍的活動 讓很多大小朋友都可以來體驗這個雜耍特技的樂趣 一日雜耍體驗第一關我要來挑戰的是走繩 然後配合我這個菜鳥級的 所以可以看到我的繩子是非常非常的低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訣竅 老師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在做走繩的時候 然後呢 眼睛往前看 然後利用腳去感覺 現在看到中間 我 好 我要來挑戰放手囉 我們想要推廣就是像我們這些雜技 特技的東西 那因為有時候像我們小時候 就沒有機會去體驗這些 那現在小朋友因為有比較多元的管道 那透過網路資訊的話 就可以讓大家 小朋友們一起來參加 小朋友或大人 其實都可以來參加這些體驗營這樣 小朋友來這邊練習的話 其實就會達到一些像是平衡感 肌耐力 還有一些算是才藝表演的好處這樣 好 經過幾分鐘的訓練之後 我挑戰這個踩大球 現在已經看似成功囉 記者 陸耀東 麥玉傑 我們在台北的報導 到